我是第一場跟飛車的巡迴 那時候在Life at World House 我們有一首歌叫做 I Know You Love I Love You 當下的時候大家都會拿起手機這樣拍照 可是就有一個女生就是很Enjoy的 一直在跳舞在享受的時候 我深深就被她抿住 就是一見鍾情的感覺 其實是回到台北之後 然後我自己漏搜 就以前會有Hash Tag啊 所以我們就會看那個演出的時候 看會不會有那個現實動態 然後我就是一個一個找 我找了快三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真的就找到了 你就看有沒有Hash 對對對 大家好,我是黃浩霆 如果你喜歡這集節目 歡迎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心灰灰灰 大家好,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是新人黃浩霆 大家好,我是黃浩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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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霆雖然是新人 但是其實你的團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但是其實你的團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不敢不敢不敢 叫做 弱日飛車 你是弱日飛車的 你是弱日飛車的 saxophone手 可是你不只做saxophone嗎 對,也剛好 你好忙喔,在演出的現場 對,同時有彈的吉他 然後又彈的合成器 然後後來 你們還有另外一個是keyboard 對 對對對 我們總共有兩個keyboard 所以你是算是 多功能樂器 不是,我是說你是 什麼時候確定是你要加入 什麼時候只要他 其實 喔,你說配合樂器這個部分嗎 其實也是在編曲上面 我們就會去互相coverage 要兩台還是一台 對對對 所以我是基本上 需要什麼樣的內容 我就會去coverage 那些樣的樂器 所以你什麼都會 就是會一點點 你除了應該說吉他 像說keyboard還會什麼 然後就是現在 口琴 口琴 為什麼我覺得你應該好像 要會口琴這樣 我也覺得耶 好像可以學一下 你這種台語掛的家庭 應該 口琴要很棒 嗯 因為反正也是吹奏樂器 或許可能也 我可能很容易得心 但你還沒有 沒有過 應該會 之後可以試看看吧 等於之後的作品 或許可以用在口琴上 可是你已經多 你現在 你已經 唱歌啦 嗯 對 就是在 想說 很多樂手不會唱歌啊 對 算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因為我覺得唱歌 其實就跟 新的樂器的一樣概念 而且我 其實對於學唱歌 也才一年的時間而已 真的嗎 算是全新的挑戰 所以就是已經做了樂團 做了好一陣子之後 對對 然後就是自己在搞自己的感覺 為什麼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是 老闆有這個想法 還是 沒有 其實是 我會想要做這張專輯 是在16年的時候 然後剛好 那時候加入飛車 然後也是因為在 加入飛車期間 有一段戀情 然後因為 就加入之後 對對對 然後也是我的第一場演出 然後 相遇了我曾經的 一段戀情 然後 因為我們是遠距於戀愛 然後 就是 算是很像一個浪漫的電影 然後很不幸的事情 是他 在後面的時候 因為車禍而過去了 所以 算是一個承諾 希望可以用 一張作品 來去懷念他 那 我的專輯叫做 萬獸局 那其實這個東西的發想 是來自於有一部電影 叫可可夜總會 是 然後 他們就是在講述 墨西哥亡靈節這件事情 就是獻給儀式的人 那每當在亡靈節的時候 家裡都會插著 萬獸局這一朵花 就是希望這些儀式的人 能夠回到家裡 一起去 享樂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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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日這樣子 真的很有心耶 而且很慷慨人 聽了 有點 所以 相戀多久 我們相戀的時間大概一年 但是因為他車禍 所以 還是在昏迷的狀態 所以我後來又照顧了 快一年 也是快一年的時間 這樣子 所以這次的 專輯風底這邊有 對 就是有萬獸局的 這個 概念這樣子 然後因為 那個是薩斯風嗎 對對 是薩斯風 薩斯風放在萬獸局前面 對對對 因為薩斯風其實就是很像是我自己的樣子 對對對 是從哪一年開始學薩斯風 我 學薩斯風大概是我國一的時候開始 對 你的想法還是 爸爸的安排 爸爸的安排 而且這個也很有趣 我一開始學的樂器其實是鋼琴 然後 從小是鋼琴 對對對 然後後來加入了管樂班 然後我那時候是在 屏東 屏東 讀書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管樂班 看到我的嘴心就說 你應該很適合吹 唱號或法國號這種 為什麼 這樣怎麼分 就嘴唇 比較凸一點 對對對 而且有點撅撅的 撅撅的 所以他覺得很適合這種 比較同管樂器 但我爸聽完的時候 不行 我兒子就是要學薩斯風 因為比較帥 純粹就是一個 一個想要去炫技一個樂器 而且也不要浪漫 也不是他會嘛 對不對 所以根本就是他指定 只害你去學 可是那時候你聽到覺得 可為 還是覺得 就誤打誤衷就想說 因為 你也沒有什麼排斥 也沒有什麼排斥 然後那時候因為家裡 也很愛聽Kenny G 所以 我懂了 所以就想說 或許可以學看看這個樂器 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後來覺得辛苦 還是一下就上手 後來一下就上手了 然後 你真的就很適合 很適合 就是蠻得心的 可是是不是需要很有 肺活量 沒錯 就是 畢竟他就需要大量的一直在吹 一直在吹 可是你看起來不像那麼有 肺活量對不對 所以 也是一直一直在練 一直在練 所以練到後面才有辦法 讓這個東西 變成有靈魂的感覺 最近 好比說我們演完 北流 飛車的 然後 爸爸也有去 然後 因為他其實很少會來看我表演 他有坐在下面 對 然後看完他就是 真的有說了說 你真的有把這個樂器吹到一種 靈魂 很有自己的味道 他沒有看過 很少 很少會看到演出 因為他其實也不愛 出門的人 對 他也很忙 所以 就是有聽到他這樣的 feedback 我也覺得 到現在就很幸運 還好有這個樂器有幫助到我 讓大家可以認識這樣子 對啊 而且 可是你這段不是出 Saxphone演奏專輯 對 你是出台語創作的專輯 我不要讓大家誤會 沒錯 這段還是你手上台語創作專輯 只是裡面當然有 各種樂器的展現 是 可是我要說的就是 那次在北流中心看到你們 洛日飛車的演出 謝謝 你們整個演出都很棒 可是你也非常跳 因為其實對我們 已經跑了這麼多國家 在演出來說 其實最難最難 真的就是台灣 真的嗎 為什麼 因為他已經有一個革命情感了 然後另一點是 嗯 不知道我覺得觀眾的氛圍 都會比較像是一個 人是不是人數比較多 是 那天演出也是人數最多 國愛場子大概多多少人 我們都是演差不多一兩千 一兩千 也都是差不多legacy的 這樣的規模這樣子 對 然後 就是回來的時候 可是人多你們真的會有感覺嗎 你說在北流那時候嗎 對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站在台上的 是是是是 差距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台下 其實蠻清楚的 其實我蠻清楚 可以嗎 光光不是大一照 根本只能看到很前面的 前面的都 對阿 主要是看到前面 而且最好笑的是 我都會看到自己的親朋好友 都在第一排 然後我那時候 當下就覺得 這麼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是好 因為 我已經習慣了 一個工作模式 一個很未知不熟悉的空間 我懂了就都是陌生人 可是突然 我的親朋好友都來支持的時候 你會很感動 了解 那我就會很想要好好的演出 給他們聽 很棒 就像我昨天也是辦完自己的個人專場 在哪裡 在The Wall 也算是我第一次的首場演出這樣子 所以 怎麼樣 其實也蠻緊張的 就是因為畢竟 從來沒有這樣唱歌給大家聽過 然後演出給自己的歌 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還好有一群親朋好友 然後家人 特地都從南部上來的時候 也是在做最前面 對對對 然後就是一群就是大概一半的人都認識的時候 就覺得很妙 到底是開同樂會還是在 對就是 可是那當下就是很溫暖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支持 這個這一場演出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特別 我問一個很白癡的問題好不好 你的歌夠多嗎 八首歌 所以 所以我後面就都差不多cover 所以問你的客場 然後 就是還有cover一些 像爸爸的歌我也有cover 哪一首 有一首歌叫 糊塗浪子欣 你可以聽唱幾句嗎 他是 當初來你開 不知道有什麼 敢是自己少年 夢中 以前不知道感到 這是一個朋友 台歌王 我小弟 對對對 就一種很復古的感覺 然後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那你唱的沒有爸爸好 當然啊 因為他已經那麼資深了 對啊 那我現在也是還在 他是唱將 他已經是唱將 他真的是唱將 然後現在 你聲音沒有那麼 那麼 那麼魂厚 那麼魂厚 對 他會訓練你唱歌嗎 我們兩個其實是滿 算是兄弟 井水不犯何數 對對對 我玩我的音樂做你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兩個如果都在一起 一起做音樂的話 其實會吵架 了解 所以他就沒辦法教 所以我後來是找了 他之前的合音老師叫秀珠老師 秀珠老師 天王級的 天後級的 對 然後請教他幫我 教導我怎麼唱歌 所以可是 但你聲音還是不是那麼厚實 我覺得體系不太一樣 對 因為我爸比較像是 突出來就是一直在聽 吹上司風的那種感覺 可是秀珠老師給我的感覺 是一種往內收 喔你要往內收 對 因為是你的歌的關係 對對對 他有幫我去 先去文獻考察的感覺 蛤 對 其實有一首歌叫 一夜晴 然後也是我的 第一個單曲的歌曲 然後我們對於 比如說咬字啊 其實都是有設計過的 都是 不想要用一個很傳統的方式 來去做演唱 反而是一個很像 外國音樂的歌曲 然後副歌有一個 鼓斷的火力 就是會有R音會很重的 R&B起來 對對對 會有一種R&B的感覺 的樣子 對對對 這也蠻有趣的 對 然後就會讓大家會有一個 加聲音像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來聽 你要演奏一段 還是演唱一段 我想要演奏一段 一夜晴的 saxophone solo OK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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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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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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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狀態已經很迷幻的感覺 他的話就可以叫他魔狼 你爸的形容也很現代感 其實他是蠻年輕的 他的個性其實很年輕的 好比說我的穿搭衣服 其實基本上都是他的衣服 他穿得比我還下趴 因為我沒有機會訪問過袁小弟 所以我還沒有辦法認 他個性也跟你一樣是開老型的嗎 對 我們都很像是一個很浩克的感覺 我們家裡就是 因為我們家是大家庭 所以我們每一次過年的時候 因為媽媽那邊其實有四五個兄弟姐妹 然後就是親朋好友們都會一起圍爐吃飯 所以每天吃飯都有幾十個人 每天? 每天 因為我們都是住在同一個社區 在南部的時候 那是誰家開火 我們媽媽 是輪流嗎還是 主要是我們家啦 對啊 為什麼 他們有獎費嗎 也不用不用 因為都是 因為媽媽 或是我大姨 因為他們很愛煮飯 然後我阿姨其實算是一個大廚的概念 所以他都會煮很多的飯給我們 就是給大家一起吃 天啊 這樣子 所以你很 很習慣團體生活 滿習慣 而且也滿喜歡這樣子 就是覺得 就是很有風 怎麼講 人情的感覺 人情味的感覺 落日有人情味嗎 我們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說 我們是一個很浪漫的樂隊 然後說實在 因為我們就是五個橘男們 所以我們要互相浪漫也很奇怪 而且我看到你們那個巡迴的影片 大家都在做一些很無聊的事情 因為覺得很像上班的概念 對 因為其實巡迴 然後一直在 就是昏睡啊 或者把手機啊 或者 坐著行李 因為我們 都在幹這些 很務實的事情 對 因為我們每一個城市 基本上的車程都要五個小時 我聽說了 聽說清晨要很早起 對 然後 就是這個時段 你根本沒有辦法享受 也沒有那麼好參觀的嘛 因為沒有時間 你到了就是彩排 然後開始裝台 所以你們對那些城市 也沒有什麼真的認識 說實在 對 然後跟人交流的時間 也相對的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 如果真的要去 就是跟巡迴 大家想像很好玩一樣 其實也沒有 其實就是一個工作 因為 有錢的團 跟沒錢的 還是有差 我們都自己來 你要省錢 然後你要把時間 壓縮到最經濟的 每一個點的轉換 才可以衝更多場 對啊 所以 但我希望未來 如果可以麻煩抖內 可以讓我們可以 可以更多的 對 輕鬆一點點 還有箱形化妝車 對 開始可以裝髮 這樣 你現在有裝髮嗎 沒有 我還是自己來 所以你有裝 你說今天嗎 沒有 沒有 當然 平常也不會自己化妝 對對對 只有演出 演出可能偶爾還有機會 這樣子 沒關係 我也沒有 沒有 我皮膚還是算 OK 現在年輕還是 保持 你就要刺激我就對了 好 還要聽下一首歌 OK 下一首歌 用唱就好了 好 我想要分享 有一首歌叫做 你的香味 你的香味 然後算是 第一次用台語 的方式 跟外國人 去做一個交流 很有趣的是 因為我找了 我們的西洋 也是藝人 Paul Cherry 他也是我們西洋的音樂人 這樣 然後我去了他們家裡 去做了demo 這樣子 然後也是分享了 這段故事 然後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音樂這件事情 一定是要用聽覺 不是用嗅覺的感覺 所以我就想要讓他帶一點很多的一些 嗅覺的一些 感覺 很有趣的是 一開始的intro是有一個咖啡機的聲音 因為我是住在他們家裡 所以他早上的時候都會幫我做 早餐跟泡咖啡 然後因為我也是很喜歡喝咖啡的人 然後覺得說 剛好聞到這個香味 咖啡香味 或許可以把它引導變成 是音樂的一個素材 這樣子 所以還是用聽覺 是沒錯 用聽覺來誘導 但是以創作理念的發想 都是想說用嗅覺的感官 來去品味這件事情 所以那時候 他會說可能副歌是在唱 想到你的香味 想到過去 苦澀滋味 我會愛喝 有望的思念 想到你 睡會去 就是希望他有一個 就是一種很wave的感覺 我懂 對 就是想說 慢慢品味喝咖啡的這樣的感覺 去感受一首歌 這樣子 所以這首歌也去誕生的就是 不一樣的風格的表現 這樣子 這些歌都是 就是對方過世之後才開始陸續寫的嗎 對 對 基本上 在此之前你沒有想要寫歌 沒有 真的嗎 完全沒有 所以我的 就曾經在演奏的世界 對對對 因為以前我還是有擔任過樂手的身份 比如說跟那個 開始是以農 正以農開始 以農吉他 吉他奏 吉他奏 對 然後 其實我也很感謝他 以農這次有出現嗎 有 因為我的專輯裡面有一期合作是 悠悶酒這首歌曲 然後 因為算是一個貴人 想要去感謝他 所以就想說邀請他來唱這首歌 這樣子 而且他後面也開始做台語 其實也是我們兩個有聊過 就是他也是想要 你刺激他 對我刺激他的 他台語是ok的還是 他本來 家裡 對 宜蘭他們新家那邊還是 就是 還是有在講台語 跟阿嬤他們還是有講台語 然後他就說想要去轉型 去試看看 就是想試看看 因為前面一段都是在唱國語 然後 後面是試著想要用台語來去表現的時候 我就說你一定要做 因為 那時候很少人唱台語歌 對 有嗎 我就說用那樣的 比較獨立音樂圈的 solo artist來講說 就是一種女歌手 稍微小一點 對 女歌手稍微小一點 然後我覺得說 可以或許 他想要嘗試的話 我覺得也很有趣 是 所以那時候其實也有幫他做一首歌 叫聲聲的 清清美 對 然後就是 你也算是我 就我做編曲 編曲 對對對 然後他寫詞曲這樣子 所以我們第一次的這樣的活化單身 我會覺得 其實台語歌 有不一樣的面貌 其實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都實在 新鮮帶越來越多在寫台語歌 或者客語歌 或者原住民語都有 對 就開始 回歸到自己的生活 其實我最想要表達的 其實就是在於 自己的生活當中 自己最真實的樣貌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一夜情到底跟 你的愛人有什麼關係 因為那個相遇 是 我是第一場 跟飛車的巡迴 那時候在Live Roadhouse 然後 因為我們的歌 雖然有些是很跳舞 有些也是很浪漫的歌曲 然後 然後我們有一首歌叫做 I Know You Love I Love You 然後當下的時候 大家都會拿起手機這樣拍照 可是就有一個女生 就是很Enjoy的 一直在 在跳舞 在享受的時候 我深深的就被她 就是抿入 就是一見鍾情的感覺 對 所以 也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跟她相遇 所以我就想要把那樣的 那樣的情境氛圍 給她記錄下來 最後那一次是 你是 你自己 結束工作之後 去找她 對 還是她還守在門口 還是怎麼樣 對 其實那個當下很有趣是 我們那時候還有簽簽名 也有簽名會 對 然後 那時候因為 有客氣其他手是安普 那時候有一起來巡迴演出 所以大家一直很想要去跟安普拍照 可是 只有她來找你 可是她沒有來找我 她其實就是默默一直在 在角落 然後等著她朋友簽完 其實我就是在簽名的時候 一直在偷 一直在偷看她 所以我對 就是深深的迷住 可是 我又是不敢去跟她 聊天 其實是回到台北之後 然後我自己漏搜 去想要去找到 可不可以找到她 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怎麼可能找到歌名 對啊 就是一個緣分 就是有就是有 快點告訴我 教我們一下 沒有因為就以前會有hashtag 所以我們就會看那個演出的時候 看會不會有那個限時動態 然後我就是一個一個找 我找了快三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真的就找到了 你就看有沒有hash 對對對 是你還是說 飛車 才是飛車 當然當然是飛車 或是安撲什麼的 對 然後 就這樣慢慢找 然後就真的有找到 然後我就有加好 所以她對你有一件 她對你有一見鍾情嗎 我們後來其實在聊這件事情 原本不是我 你說她其實 她其實有 原本是喜歡果果的 對 原本是 因為畢竟是主唱 但是後來 可是應該只是 音樂上的喜歡 音樂上的喜歡 當然是音樂上的喜歡 對 因為那時候我也還算是 比較小鮮肉 對啊 所以就是 什麼意思啊 就那時候還年輕是 小鮮肉不好嗎 可能她比較喜歡成熟的哥哥 對對對 那個時候的樣子 對 然後 就是很有趣啊 反正就是在 了解了解 我們在這個當中的時候就是 呃 演樂真的就是 遠距離她就是住在高雄 然後我就是在台北 然後我們每一次的相遇 就是像 電影一樣 台中 對 你們相遇在 相遇在台南 所以我就是有 也寫了台南這首歌 就是其實台南 那為什麼只能上到台南 因為 呃 我也不喜歡在 在比較都市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是想到 欸 我們第一次的相遇 或許可以在一個 很不一樣的地方 好特別喔 所以我們就去了台南這樣子 所以我們後來是其實對台南 其實就蠻情有毒中這樣 所以也有什麼歌叫做 台南 你要唱一小段嗎 呃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心火開 獨到你頭天 會疲到你 會氣味 害我睡不著 腳想麻痺 望中間來記憶 想買回去 吃一碗豆菜蜜 我為了 吃賣掉的 人情味 走到目前來 覺得最喜歡 跟最不喜歡 是什麼 什麼意思 就是出來唱歌 我覺得 因為 畢竟 我看你還蠻自然的 真的嗎 算是也是全新的挑戰 因為它就是像新的樂器一樣 然後 現在才學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所以對於運用上面 其實還有很多 需要調整 是 所以 還在去理解這個東西的位置 怎麼樣 是最 最漂亮的 因為 要喜歡自己的聲音 其實也是很難的 而且說在每天的狀況也不太一樣 深情的狀況 對 其實樂器 天氣也有差 其實跟薩豐就很像 對 所以 我 雖然是吹薩豐很久了 但是一直有一個渴望是說 如果可以唱歌 算是 也是想要分享自己 一些情緒的表達 所以就是想說 可以學學看唱歌這件事情 團結都很鼓勵你 對啊 就是謝謝果果 果果有說什麼 也沒有 就是希望我 因為 有這個機會其實也是果果 因為一開始是 先學的其實是果果 然後後面才有陸陸續續 我們的團員也有再去上課 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後來才去上課 所以大家都有上課 對啊 對對對 所以其他人也要出專輯 有可能 對 就是大家也在努力 想要類單飛的概念 這樣子 可是這樣 那 以後會跟團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飛車其實有做和聲 我們開始想要做一些 和聲的一些創作 這樣子 就一開始原本 做別的 就是原本 就是在內部 那內部寫合音 對對對 我們想要去嘗試一下 演唱會已經有了 對啊 演唱會已經有 算全新的挑戰 那個是真的是 後面才加 想要做和音的動作 這樣子 所以 我覺得也算是 現在一個 新的一個 里程碑吧 然後每個團員也需要 新的技能 對對對 可能就是唱歌 唱歌是新的技能 對對對 好 非常高興訪問我們 其實已經身經百戰了啦 對不對 但是又有一種全新的身份 沒錯沒錯 推薦給他 第一張專輯叫做 《萬壽菊》 雖然背後有悲傷的故事 可是最後就化成了 很正面很美好的一個力量 沒錯 謝謝浩廷 謝謝